HELLO 大家好,我是VING的 情怀的浪潮,IP的手游化 是现今无法抵挡的趋势 有正版授权,也有假装的正版授权 当然也有另辟蹊径,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的 极无双二 开发商是中国的泰河互动 主要的投资公司为英雄护鱼 而台湾代理就是英雄护鱼的子公司 Dino游戏 英雄护鱼这间公司 本身也有很多借鉴的事迹 像旗下发行的全民枪战 除了引用当时主流的射击游戏玩法 甚至还抄袭了由腾讯代理 韩国SmileGate开发的穿越火线 以及名字上文宣等各方面也是碰瓷一波 而契而也充分展现了 我抄你可以,你抄我不可以的精神 2017年正式对全民枪战的开发商 以及发行商们提告 并在2021年12月6号最终获判 2500万人民币 另外还有无尽争霸 也是直接抄袭腾讯的王者荣耀 以及一起来飞车 抄袭腾讯的QQ飞车等 不过腾讯旗下游戏是怎么起家的 懂得都懂 现在不过是风水轮流转罢了 不然看出英雄这间公司 跟腾讯的策略都是蛮类似的 市场上流行什么就跟着做什么 如果自己做不来 就收购或者投资工作室 借此挂名或者代理后续的发行 例如2017年起 就陆续投资开发战双的公司 广州库落 目前已经拥有46.9%的股份 以及目前尚未上市 黑神话悟空的开发商 游戏科学 而英雄该公司 在海外也代理不少游戏 除了全民枪战以及战双以外 这边再稍微介绍几款 2018年的奇迹MU 觉醒 真的是可怕的换皮系列 2020年上架的 玉石沙玛 原本在中国叫做王牌玉石 于2019年上架 但可能因为当时的公司营收 受到版权诉讼的影响 在隔年的5月就关闭中国服 今年1月上架的《灵魂潮戏》 是有点冷门但算蛮特别的作品 是属于卡牌加迷宫解谜探索 另一款是2017年上架的《极无双》 以及这次基于《极无双》升级的 高画质版本二代 该游戏据说是历史四年开发 但中国常常夸大文宣 加上这间公司的历史来看 这点我是蛮疑惑的 该系列有无双两个字 很明显是要碰瓷 三国无双色系列 但内容其实没有太多关系 这款游戏 除了游戏开头 看起来很厉害以外 其他真的没什么亮点了 优化上没有很好 会不定时给你卡顿一下 界面 美术 建模 就是换皮手游的风格 玩法上就是一款套着三国皮的MMO手游 有扫荡 有自动巡路 有自动打怪 有各种一键操作 以及战力系统 真的就是把常见的中国手游那套复制贴上 登录的时候还会弹个手冲奖励广告 看到这个 一整个垃圾感就上来了 要不是还有三国的人物跟剧情 不然这款游戏跟其他换皮手游 根本一模一样 如果再来个大翅膀跟闪亮称号 就一心好评了 也完全没有打击感 就是看特效放好放满 游戏建模非常一般 唯一能看的女角应该就是孙上香了 至于大乔小乔 可能都得罪美功了 而除了主线跟活动赠送的以外 大部分的角色都需要课金 10抽固定会随机保底一个武将 但其他9抽有很高的几率会是角色碎片 所以想要获得某些角色 请把钱包准备好 结论 如果是想玩三国无双这系列的玩家 应该都是想享受快乐坎人的歌潮感 但在这款上面你应该是体验不到 其实这款的本质 就跟之前上架的那款 光荣正版授权 但是是由中国开发的真三国无双霸一样 基本上都是轮为片刻的工具用 而你要玩无双系列 除了电脑跟主机版以外 日版其实也有原厂自己开发的真三国无双手机版 以及在哪天可以出个中文版 让玩家能真正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正版授权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B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点赞 点赞 Powbla